从19日凌晨开始 南投仁爱新一乡山区陆续下大雨 新一乡明德村加油站前的台21线道路 也一度严重积水阻断了交通 不过19日早上10点左右 与是缓和积水退去 再加上重机去紧急抢修路面的预计之后 目前这一段路也恢复了通行 而这一场大雨也让该路断附近的一处名家淹水 雨停了才慢慢消掉 雨如果不停的话可能归消 因为今天雨下很大 几乎那个雨下的 如果是开车的话 雨刷你把它转到最大 还是没办法 可以把它刷干净看不到路面 所以那个雨室的惊人真的是太恐怖了 另外在仁爱乡的部分 这一波强降雨也让仁爱乡 头71线14.5公里 头83线14.2公里 20.8公里 以及头89线例行道路等 分别传出了边坡单方或土石流的情形 交通一度中断 除了例行道路之外 目前仁爱乡其他道路均已抢通 暂时恢复通行 不过有些路况还是泥泞不堪 车辆容易打滑 居民行经道路时务必要小心驾驶 中午以前一直在下 一直在下 下很大 就是五届这边有没有什么影响 有就是没有水啊 还有就是那个道路啊 道路有些地方也断了 对 水源头断掉了 水源头断掉了 不能不能吃饭啊 不能洗澡啊 由于入夜后还有可能下起大雨 中部山区道路还有可能再度发生 探方阻断的危险 请当地居民务必留意 雨势的发展以及土石流的警戒 行经山区道路也要注意路况 若非必要 夜晚视线不佳 最好尽量不要出门 以侧安全 记得